怎么了 老师又批评你了 我都被批评九十九次了 耶 别难过了 以后努力点 要跳一个点数 妈妈 以后你们用少玩的手机陪我一起学习 好 妈妈也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你不努力的话 老天就会收拾你所有天赋 收拾我什么天赋 你好像没什么天赋 老天哪里没办法 我还不信了 妈妈今天就要帮你们看看我的天赋 妈妈要干嘛 做家务啊 请你厨房 妈妈 你还是玩手机吧 上次让你几个碗 盘子都摔了好几个 这块钱把厨房弄了 这下你们觉得妈妈是不是最厉害的人了 当然是家里最厉害人 虽然妈妈只会玩手机 而且脾气还不好 但是还能嫁给像爸爸的样子优秀人 怎么不厉害 你们这是在夸我吗 你觉得呢 傻丫头 妈妈我说鸡菜我说吗 呀 我的宝是个小公主呀 妈妈今天就带你去你的公主城堡 怎么样 接着啊 走吧 我曾经的公主殿下 今天就让我来带你 在欢乐兴趣的童话世界里 欢乐一天如何 好 公主殿下您慢点 好 好 好 爸爸 你跟我一起聊 拜拜 你变成小动物 宝贝 只要你开心 你永远是妈妈心中的小公主 考试了 怎么只有七十分呢 一位老师考了我三十分 你不会像前面的同学看齐吗 前面小时候吃考了五十分 我看了 这道题的题目是 我的家人都喜欢什么动物 你不知道吗 嗯 你喜欢什么动物 宝马鸭 妈妈呢 半小五里鸡 你们还想不想要玩具了 等会我和你爸爸出去吃矮星 晚上你们和奶奶在家吃饭 那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我为什么要带上你 以后你和你老公出去吃饭 会带上我吗 哎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妈给你们买了个大蛋糕哦 是把切成三块呢还是六块呢 三块吧 六块也怕吃不完 吃不完还游戏我了 你俩还真是个人才啊 妈妈 老师今天也说我是个人才 是吧 老师为什么说你是人才啊 老师叫我把教室灯关了 那你关了吗 关了呀 我还特意关了两次呢 妈妈 你怎么了 吃蛋糕 你也知道了 快喝点 你的老公 永远还好喝 妹妹爱喝就好 妈 为什么大人看到小孩都说可爱呢 因为长得好看呀 嗯 他长得不好看的呢 哎呦 什么 哈哈哈哈 来后台运营把吃块链接上一下哈 能吃能睡能怼人 啥 特别可爱哈 就是会补刀 一次购买快乐满满 今天秒刷价 不要二九九 五一一九九 九块九 直接上车 朋友到家 数量有限哈 我这么可爱 九块九 你搞笑吧 话不多说 来 运营上链接 链接上好了 别喝火哈 子 хотел 我 我 你 在 我 我 MING PAO TORONTO